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外景队来到南台湾 造访文一从原物料控制 专业制程 测试品保 到成品出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了专业弹簧制造商 看它如何由代工转型为自由品牌的旅程 台湾的传统产业在基础研究这块是比较欠缺的 因此为了补出这块的空缺 我们在团队里面特别就征聘了金属材料 然后机械力学跟精密设备开发的转型人才 同时我们搭配了现场经验丰富的制程工程师 因此无论是任何不同目的的开发案 我们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 然后建立一个完成的资料库 那这些资料库跟这些能力 就是以它们今天得以继续成长跟茁壮的一个动力 这家以群策群力创新求变 诚信为纤维准则的弹簧制造商 依照功能组织团队执行任务 而材料在钢铁制品行业中扮演重要的地位 因此他们确实掌握从原材料到弹簧成品的各式特性 并创造更优异的材料 而在每个步骤都审慎检验 坚持最佳品质 这些原则让他们在同业中保持领先的地位 也成为台湾第一家从代工转为自由品牌的弹簧制造商 自由品牌这条路是一定要走的 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垂直整合的动作 因为对钢铁制造业来讲 材料的品质与充分供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没办法掌握你的原物料来源 都可以慢慢往制作品牌上面的道路去前进 不断追求创新品质的弹簧制造商 此次所研发出的惯形截面避震弹簧 它的外形与尺寸采用有限元素分析与最佳化设计技术 使弹簧疲劳寿命延长 提升有效作动行程 轻量化与差异化的外形 以及不采用传统酸洗抽线制成 因而不会造成污染的环保效用 不仅荣获台湾、德国、日本与中国大陆等四项专利 更在2011年台北国际汽车零配建展 得到创新产品奖的肯定 它透过先进的有限元素分析软体 以及最佳化的一个设计技术 将这个一个截面让它扁平化之后 整个硬力可以非常平均地分布在内侧 那这样的话它整个一个耐久寿命可以大幅提升 在一个相同的工作条件之下 冠型截面避震弹簧 它的一个减重比可以达到10% 耐久寿命可以超过30万次以上 冠型截面避震弹簧 它是利用一型线材 透过耐米化的制程 那将这个线材里面的精力 把它做一个精力气化 那因为精力越小 它的耐久寿命就会越好 整个品质就会越稳定 整个一个制程 它是在塑性加工 以及精力气化 到最后一个热处理这部分 都是在线上完成 所以它是目前世界首创的一个耐米线材 冠型截面避震弹簧的众多优点 让国际惊艳台湾对于弹簧的革新运用 身为汽车大国的日本 也表达强烈的合作开发意愿 当许多人认为台湾传统产业 已逐渐没落之时 其实还有许多业者 在自己的领域默默耕耘 也许下一个台湾之光 就是这个小小的弹簧哦